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发展中国家比较接近的 以前那些争论都是这个什么 隔得有点远 隔得有点远 这个我们讲是隔血烧痒 它是更多是继续发达国家的 他们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一些 政府跟市场的一些争议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 这个争议比较近的 就是后来的从东亚奇迹 到中国奇迹 这个我想第一次课 我跟大家介绍过经济史的背景 最后打一个总结 留意发现 如果从发展中国家 从那些结构变迁的角度来讲 当年争论最厉害的 最有名气的争论 这个海埃格跟南哥的争论 其实它两个都输了 对吧 所以谁赢了 这个林老师赢了 开个玩笑 我们讲政府跟市场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命题 对吧 这个命题是我们48届三中全会 里面就提出来了 这个说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习中书记 他之前出的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里面 明确说是 这个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 也是个实践问题 对吧 重大的实践问题 科学的认识这一命题 准确把握去内涵 对全面生化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这个健康发展 重大的意义 不仅是对中国 其实对现实践 都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基本的命题 这个命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命题 争议也非常古老 这位经济学家 大家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提到过他了 这阿尔德曼 他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代 老发展经济学 旧结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他们当时也在反思 我们讲发展经济学有两波思想 第一波旧结构主义 第二波 八十年的新自由主义 搞得不好 他们也在反思 当时世界银行是在两波思想的推动者 也是在两波思想的反思者 他们在新世纪 千禧年之交的时候 组织了一帮经济学家 尤其是那些老一辈的 年轻一代的 还有后生那些都把他叫起来 在两千年 2001年 当时有斯蒂格里茨 当时的四行首席经济学家 组织了一世讨论 他们出了很多论文集 这个会议论文 当时 这是RDM的一篇文章里面 我把它摘要下来的一段话 他说整个经济学里面 你都见不到这么奇葩的现象 没有哪个领域 像发展经济学的领域那样 对政府跟市场的关系 这种范式的争议 这种转换 特别特别多 像过山策一样 待会儿你们会看到 一会儿是这样 一会儿是这样 尤其是在极端摆动 也在极端摆动 他说这种主要的研究范式 就决定了你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 一种理想的作用 你干预的程度 干预的方式 你这个政府跟市场 跟市场是怎么互动的 这些问题的政策处方 它这么一个 主要是由范式来决定了 这是RDM提出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在经济学学科传统里面 我做了一个归纳 里面你要做戏的话 可以做信息思想史的 书里有很多很多 这里面我主要 逮到三波争论 最古老的 毫无疑问 是斯密 斯密那开始来的 是经济学之父 从到后来的 法国福利经济学家 比估到后来的科斯之争 我们和他归纳在一起 当然这里面 还是一些奥地利学派的争论 下面那个 就是刚刚提到的 非常争论的 到二十世纪初 上半叶 当时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世纪论战 对吧 我们讲这个 最后来就是说 凯恩斯跟李奇运系之争 这些主要的 这个是后来的 宏观经济学里面的一些争论 宏观经济学里面的一些争论 我们看看第一波争论 这几个哥们 大家应该都认识 这两个很熟悉 中间的哥们 不太熟悉大家 这个是法国经济学家 比估 我们讲法国人 这个很浪漫 但是他们数学特别好 有些数理经济学特别厉害 在我一直 来 博士不耐其解 搞文学的人 他们做得非常棒 包括我们上次提到 这个德布鲁 德布鲁 这个数理经济学 也是这个法国人 当时古洛 这些都是法国人 法国经济学家 这个数理风格 他们很严谨的 他们很严谨 很严谨 对 这三哥们 有三个争论 最主是亚当斯密 提出这个什么 国富论 国富论里面 基本的一个理念 讲了这个什么 神看不见的这个手 是不是 讲分工 像看不见的这个手 然后来 他提出一个著名的 这个还有一个倡议 叫这个首要人假说 但实质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去看国富论里面 国富论其实里面 讲了很多政府的作用 包括我们那会讲政府 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要怎么保护远航贸易 这些很多很多 税收这些一系列的政策 后来人 可能是跟史密 扣的这个帽子 因为他主张自由贸易 他主张自由贸易 他不主张当时的 这个重商主义 重农主义 也主张重商主义 但是他是倡讨 这个自由贸易 很多人是 把他扣上 这个所谓的帽子 其实他讲了很多 政府的作用 当然我们会讲 很多技术设施 甚至当时的运河 这些 你要出去做买卖 万一被强盗抢了怎么办 这个需要保护的 这些 摩托意义上讲 这个也只有很多主张 但是相对讲 还是比较保守 至少没提到 这些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你们知道 是谁提到 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过 一个德国人 这个我第几讲 第三讲讲 新结构生产理论 提到一个人 生产理论 李斯特是不是 记得吗 我们讲产业政策 这个是德国 当时要追赶英国 对不对 追赶过程中 要靠国家的力量 去推动这个工业化 对不对 说当时是这个 李斯特提出了 这个比较激进的 这个产业政策干预 我们在第一堂词 给大家讲过了 第三次课也给大家讲了 这个就是说 过去这个是一个 比较完美的一个市场的 一个假设 对不对 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政府要去保护起来 保护安全就可以了 对吧 国防 对吧 把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然后呢 后来这个 这个法国人 这个比估 他就说 这个如果市场 有很多外部性 对吧 有很多外部性 这个情况下说 市场可能就会 存在一个失灵 对不对 待会我们会介绍 这个公共品 会提到 这个那外部性是多大 对不对 如果有负外部性 怎么办 你们在 我估计大家 可能在这个经济学里面 就学过 微观经济学原理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下 有负外部性 你要什么 要把它降低 是不是 通过一个税收 对不对 把它这个降下来 如果有正外部性 给它一个补贴 对不对 是大拉社会的一个最优 这就是它的一个观点 这就是要通过 政府来 那个税 对吧 比如说谁来坐 再后来 为什么谈科斯 科斯事实上 大家知道 是新制度经济学之父 对不对 那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科斯最著名的文章 有两篇 里面是1937年 那篇文章 当时它跟你们一样 大三 对吧 去美国通用 去交流 你们也访学 对不对 你们也不要出去 毛子炸着看看 人家的风景建筑 对吧 也要去了解他们的 这个社会怎么运作 当时这个 科斯级通用集团 他就好奇 他说这个 他当时在英国 那个伦敦政筑院里面 学的那个教科斯里面 讲的 对吧 都是讲这个 古兰经济学 在经济学里面 讲的那些 都是讲那个 这个什么 企业 对吧 这个是怎么来 来的市场 是怎么运作的 那他在通用集团 看到了 很多不一样 异样的东西 他通用集团 很多零部件 可以通过市场去采购 也可以他自己生产 对不对 人家的这样方式 创造了一个制度 我们第二点已经讲过 那这个他在设计到另外一篇文章 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 这个非常著名的 对吧 社会的成本问题 那篇文章里面讲 讲一个什么道理呢 他讲这个 比如说有外部性吗 对吧 我现在觉得马上抽烟 你们觉得肯定很不爽 对不对 这个 如果抽烟上课 你们肯定很不舒服 对不对 有负外部性 当时抽烟也可能有正外部性 对吧 我记得当然文艺多 上这个储词的时候 对吧 现在年大三合就是跟大家上一任发一包烟 老师学生一起抽 对吧 抽到云里屋里在讲储词 讲离烧 这个很有感觉 对吧 当然这个有抽烟 这个来讲 比如说我是老烟鬼 我喜欢抽烟 对吧 你们不喜欢抽烟 我们如果说又在一个房间里面 对吧 怎么办 对吧 那你说这个情况下 那就过去按照比估的说法 它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吧 抽烟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 对你造成了腹败不息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清华的校长都要跑过来 或者我们楼管跑过来 对吧 那个是政府的一个代言人 对吧 都行 无所谓 第三方 跑过来 给我收个税 对不对 那收到什么税 收到我不愿意抽为止 对不对 或者说 对那个 你们造成了很大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就完了 对吧 好 这是过去一种很粗暴的做法 对吧 这个叫做比估 这个粗暗的做法 那柯斯就很聪明了 他当时想 说你们也要老在里面多想 有些同学在求微信群 可可找我讨论 变得耳红面似的 很好 这个变得甚至我们会吵起来 这是非常好的 这个学风是需要的 他说我们要深入地去思考 背后的道理 对吧 当时柯斯也在思考辩论 他说你凭什么不允许抽烟 是不是 你这个 我抽烟 我有我抽烟的权利 当然你也有享受 清洁空气的权利 对吧 我们都有啊 是不是 那好啊 那你现在过去这种事法 就是很粗暴的 对我不让我抽烟 对不对 让我征税 那反过来讲 我如果有抽烟这个权利 是不是 是不是也可以向你们征税啊 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啊 对不对 那不是道理是样的吗 这是对称的 是不是 那现在就 柯斯就提出一个新的命题来了 这个事情 那你们那个 我们把这个楼管大叔 把它关到门外 对不对 我们俩自己来谈 可以谈了 对不对 如果我是个老烟鬼 我抽烟 我对于是特别上瘾 对不对 我们先可以假定嘛 这个权利可以 我有这个权利 或者我没有这个权利 是不是 假如我没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那我要向征求你来同意 是不是 那我对这个烟 特别耗这一口 对吧 我不抽在这间 我刻都讲不下去 对吧 或者说我特别耗这一口 那我的这个烟的 效用都很大呀 是不是 效用很大 那你这个是可能 这个有点反感 但是你也不是那么反感 是不是 那好 我们来跟进来谈 是不是 那我们来谈 你们还记得这里面 谈翻的时候 有一个 你们学经济学里面 你可以用来分析 有个叫什么 消费者生育 是不是 有个生育的概念 是不是 那好 我这个假如说 我对这个烟的 这个主观评价 我的效用 对吧 我是100个单位 100块钱 100块钱 假如100块钱 这个 然后呢 你对这个 就是说 这个不抽烟 这种清洁空气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也对 也有这么一个效用 那我是这个 我拿50块钱出来 对不对 我是不是还 成30个单位的 这个生育 消费的生育 是不是 我觉得他对抽烟 最高评价 我是100 我说错了 我拿50块钱 我还有50个单位的 节约 是不是 假如 这个 你对这个容忍 最高容忍是多少 这个 最低容忍 这个30个单位 对不对 那我个人的50 你是不是赚了20个单位 对吧 我们两个通过 市场的交易下 其实我也也可以 你也把钱拿走 对吧 我也更爽 我们市场的方式 都能够克服这种方式 对不对 能够解决这个外部性 对吧 所以这就是 科斯一个伟大的创建 这个创建就是说 讲到这是什么 只要我们把初始残权 鉴定清楚 对不对 通过如果有个前提条件 我们两个谈判 没有交易成 没有交易费用的 那市场这个 可以通过这个市场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外部性 是不是 是不是都可以交易了 对外部性相对 可以做一个定价 对不对 做一个定价 这就是科斯定理 非常伟大的一个创建 他因为这个 也是他活在 诺贝尔经济学讲的 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两篇文章 两篇配份 没有任何数学model 就是这个几个idea 他三线文章也是 这个流零年的文章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也要对生活 有深入的观察 对吧 所以说他两个 都可以进行来解决 对不对 当然我们待会会谈到 这个公众品 如果通过这个市场的方式 科斯的方式 来现实实现中 他会遇到一些问题 因为他有些暗含的前提 有几个前提 一个就是交易是有什么 费用的 对吧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们如果学 微观经学学得非常好 用模型去推导的话 为什么数学那么重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发现有新的东西出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转移的一个收入效应在里面 产权给谁 是不是哪个人的收入就更高 对不对 他如果这个收入 他如果没有替代效应 就无所谓 有替代效应的话 他就会有个新的效应在里面 对不对 我利收入生命高了 这个像你可能对 什么抽烟的 有另外一种看法了 对不对 如果你收入生命特别高 那个时候可能你就非常厌恶 这个抽烟的时候 你就更加厌恶了 或者说更偏好不一样了 这个有个效应在里面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种子 它是当年的这个争论 这个是 你们讲这个横跨了多少年吗 科斯是61960年 对不对 这哥们是哪一年 17 多少年国富论 1776年 对吧 这个 以无的这个 这个你们去查一下 多少哪个年代的 中间横跨了几个世纪 对吧 20世纪 19世纪 18世纪的 这个三个世纪的争论 对不对 三个代表性人物的争论 好 在上代上是这个科斯 那个史密 就代表了这个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那种看法 对吧 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那种看法 我们讲完全竞争市场上面 能够实现什么 制限的最优配置 对不对 最优配置 然后呢 政府充当这个首页人就行了 这个也许我们刚刚提到了 斯密其实 讲了很多政府的作用 对吧 这是后来的人们把他扣帽子 扣到他这个说的 然后呢 这个法国这个经济学家比较就说 如果有很多外部性的情况下 对吧 你这种市场 完全经济市场就会失灵 就需要政府来干预 那干预怎么办呢 那科斯就讲 不见得什么 凡是到政府去干预 是不是 市场他有失灵 但是市场有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科斯解决说 也有他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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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限性 我们以后会 待会讨论 待会讨论 还有一派 简单跟大家提一下 大家可能现在的经济学教育术里面 都不怎么谈的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讲什么一个概念呢 这个很深了 这个哲学思想就非常深了 新古兰经济学里面讲 奥地利学派觉得它很玄妙 说新古兰经济学 讲到这个什么 讲到完全经济 你们知道完全经济是什么吗 你们不是 微观经济学老师都跟你讲过吗 你们必须要考的内容 什么东西是 什么产品是完全经济的市场呢 买的卖的是不是都有很多啊 非常非常多 对吧 然后那个 产品之间没有什么 没差异 对不对 完全可以替代 对不对 完全可以替代 这个没什么差别 谁也没有对价格有这个 这个什么 影响力 对不对 没有市场思理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完全竞争 都是价格的什么 paste taken 都是价格的接收者 这个是完全竞争 对吧 那奥地利学派就讲 你这个是叫竞争吗 这个叫鬼啊 这个一点竞争都没有 对吧 你说有竞争吗 现实世界中 那个什么叫竞争 你要去pk的时候 要叫竞争了 对吧 你要去跟人家 争夺这个客户 对吧 你一定要什么 产品要有差异化 对吧 你要去打广告 要去争夺一系列的 对吧 竞争了 完全竞争 是一种很火烈的事情 对不对 很火爆的事情 你两个 拼了学破头流 对不对 两个要去当时 你们知道 央视当时的这个什么 现在有帝王 这个标王 当时广告也有标王 对吧 连这个H2O 你把这个 我当时照这个 我的博手 把这个牌子撕掉了 对吧 不跟他们打广告 然后呢 都是H2O 对吧 但是一贴上这个牌子 就不一样了 龙腑三权 它是有点甜 对吧 其实都是H2O 鬼知道是什么甜不甜 对吧 这就是 他为了是要去做 差异化的广告 这就是竞争 对吧 这是完全竞争 这个奥地利学派认为 对吧 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不是说是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很玄妙了 包括后来政府讲 那个垄断 你说这个垄断 究竟是好不是好 对吧 这个也是争论不休的 当时芝加哥学派 跟这个奥地利学派 也是火拼了很多 几个世纪 对吧 这个政策也有影响 要不要把这个 别人盖世给拆掉 对吧 这个垄断 反垄断 他们认为就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这个 这个奥地利学派 对吧 包括这个制度经济学派 这个刚刚提到的科斯 后来的威廉姆森 他们认为 垄断也有好处 垄断事实上 它是另外一个保护 什么创新的 这个是吧 是有好处的 对吧 那新古典经学 认为垄断是有效率损失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在争论 争论了很久 另外 这些争论到这么激烈 对吧 但是呢 它更是基于世界 这个前沿经济体之间的 市场经济的一些 运作的一些争论 对吧 这个 与发展中国家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吧 没有太多关系 没有太多关系 对吧 有一点 也不是太多 太多这个关系 给了比较远 对吧 给了比较远 但是这些很重要 对吧 这些非常重要 好 与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 转型最密切的一个争论 这两个家伙的争论 这代是真正的世纪交锋 前期间有人 媒体在说 这个 前期间说 林一福老师跟张伟老师 争论产业政策 说是什么 对吧 那比起这两个家伙来讲 那这是两个小屁孩 来点争论 对吧 这代是真正的世纪大变论 当时这个 二十世纪初 当时一个 一个这个 海耶克 跟南格 两个这个大的争论 这个 他们争论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对计划经济 跟市场经济 对吧 怀着说是什么 怀着说 更准确的说法 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什么 市场是什么运作的 这个市场 这个运作方式 对吧 一般均衡的运作方式 是通过这个 自发的市场去运作 还是通过 中央这个 这个指令的形式去运作 对吧 这个南格 证明了这两个 本质上是等价的 确实是等价的 现在你们学高级宏观经济学 高级微观经济学 对吧 收集的是Paylor 你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假定下来 它就等价于你这个 完全竞争的市场的 自发运作 对吧 还是说 求解社会计划的模型 两个确实是等价的 这两个完全是等价的 对吧 模型上讲 当时南格讲 模型上讲两个完全是等价的 它通过 也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 来摸入你市场的运作 那些方式 都是这个等价的 对吧 都是等价的 但是哈耶克 他都从另外一个视角 认为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才来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应该来讲 是这个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一篇文章之一 当时AR 评论了这个 他们创刊一百年来 最厉害的二十篇文章 对吧 第一篇就是我上次 我跟大家讲的 第三讲讲的 Kopoulos那篇书诞生的文章 对吧 那篇文章很伟大 但是也被我给搞死了 对吧 我是把他那个外申的 Kopoulos那篇书作为假定 我们是把它内生出来的 这篇文章也很伟大 待会儿我也会把它搞一遍 对吧 然后你看 他这个事项非常伟大 这个事项确实无可置意 哈耶克这个事项是讲什么 大家练一下这个英文标题 英文标题 对不对 文章不长 AR的 叫做什么 对吧 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 对不对 你们可以猜想它 它会讲一个什么道理 对吧 就是说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讲经济学 过去的新无略学 不是讲什么 供给需求 供给需求 是不是 那有无数个参与者 我们每个同学 对吧 这个你有一个什么 这个 如果你是个消费者 你又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这个需求函数 我是个生产者 我有一个供给函数 对不对 那供给需求 供给需求 事实上有无数 对不对 有无数 这么多这个事实上的参与者 好 还可以提出一个 非常伟大的问题 你说一个 如果是个social planner 一个社会计划者 你知道你的 这家企业的成本性 是多少 成本曲线是什么样子 对吧 你的消费者的偏好 是什么样子 到了你的一个需求取权 我们都不知道 对不对 都不清楚 这些实际上 你中央计划者 都不清楚 唯一市场经济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机制 就是什么 通过市场这种 自发的供求调节 这个价格 它能够把你什么 反映出来 对不对 你不需要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偏好 对吧 你耗哪一口 我不care 对吧 你的企业是怎么组织生产的 尤其里面的这些成本结构 我不care 对吧 但是一到市场上面 大家我们就一目了然 对吧 你最后我们讲 按照这个什么 编辑 对不对 你要在市场上面除清的话 你的完全经济市场除清 是不是 它的价格就等于 你的编辑成本 是不是 同时也等于什么 也跟你的编辑效用 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些信息 都是会通过价格 什么反映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市场机制 价格机制 最伟大一点 就是能够把所有的社会的信息 都跟他结束出来 这些出来 这些但是你说中央计划的 你不知道 最高领导人 你也不可能知道 下面你也可以去调研 对吧 去了解 去座谈 但你也不可能知道 那么大的差别 千差万别的信息 这个哈耶克这个政策 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 他就认为 这个市场在分散 处理分散信息上的能力 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消灭 有着政府难以替代的优势 对吧 我也是 南哥他就反过来说 实际上他说 我也可以通过这些 摸易市场这种方式 来获得同样的信息 并且通过计划的方式 还可以克服你 无需竞争 带来的周期维加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两个争论 后来 大家知道 当时你们认为 知道谁获胜了吗 当时实际上 不是哈耶克获胜了 当时是南哥获胜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现时代背景有关系 当时苏联搞得入侯入土 对不对 计划经济搞得在苏联搞得入侯入土 而美国当时大萧条 一片哀鸿遍野 对不对 当时一个普遍地认为是 南哥获胜 到了什么时候呢 当然 主要的西方经济学校 还是不太愿意接受南哥获胜 他们从古之面当中信仰 后来 哈耶克现在是家喻富小 在中国也很出名 其实当年 他也不过是 也许当年他的知名度 跟我现在的中国的知名度差不多 都很糟糕 后来 当时为了西方观念 当时这些 西方这种意识形态 为了支持他 当时在 就给了他诺贝尽经济学奖 是有人考证过的 考证什么呢 考证当时哈耶克写那些书 写那些文章 没几个饮用量 没人去饮用他的 书也卖不掉 用照本上的话说 除了书都放在哪儿了 放到厕所里面 卖不掉 但是一旦他拿了落奖之后 那就是狂标式的 中西方世界 这个影响就非常大 所以哈耶克有人说 他拿落奖不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当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 执政操作起来的 因为 还有一种说法是 后来他为什么在全世界 那么名声确起 有重要的原因 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历史事件 苏联倒了 垮了 解体了 很多人认为是苏联的解体 就是因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这个时候它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扣扣在讨论 时间原因 待会儿我们会讨论 你们仔细想一想 有了这个问题的这个地方 你们想一想 待会儿我们最后 这一节我们打个小节 最后大家仔细想一想 最后真正苏联 对吧 我们讲这个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们都让他去想一想 好 到了另外一代 这个二十世纪 这个我们讲大萧条 对不对 大萧条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 诞生了宏观经济学 对不对 宏观经济学之父 这个凯恩斯 当时说这个是有效需求不足 对不对 那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主要 就是什么 制造这个总需求 对吧 当时罗斯复兴政 这个采纳了这个凯恩斯 这些重要的观点 对吧 这个修桥不路 对吧 建的那些水坝 你们都知道了 制造这个总需求 对吧 积极的政府 积极的财政政策 创造总需求 到了后来 七十年代 私有危机 对吧 那个时候你们会发现 这个什么 美国出现了什么 滋涨 对吧 你再搞这些 这个总需求 就刺激不上去 这个 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人大家知道吗 之前我也提到过的 卢卡斯 对吧 卢卡斯 他提出了理性预期 讲政府 市场也不是傻子 你政府提供一些 积极的财政政策 对吧 你今天收税 但是老百姓知道 你政府的公共支出 今天支出很多 那些钱从哪来的 要靠收税 对吧 迟到有天 但是老百姓是理性的 他要做一个贫乏 对吧 他这个理性预期 通过这种方式 能证明出来 所以坎斯这些 其实完全是一个 巫术 对吧 也不可能 这个变成 两个有一些争论 当然这个争论 主要是从宏观经济 稳定的角度 做了一个争论 这几个争论 有不太好的地方 有一个思想异产 带来一个 很不好的思想异产 映射到 这个发展经济学里面 我们讲 这个坎斯当时是 主要是针对这个什么 发展国家 这个大小条的 当时这个也映射到 这个二战以后的 第一波思潮 结构主义思潮 那个时候 他们是对这个市场 非常不信任 非常不信任 认为市场 天生是没有效果的 有很多刚性在里面 没有效果的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就对政府 特别的什么 火热 对吧 加上那个时候 二战以后 很多国家都取得了 民族的独立 当时民族感情 民族主义 是非常火热的 这个 这个 当时就出现 那么一个极端 对市场 不信任 不信任市场 然后呢 对政府特别狂热 对吧 特别狂热 期待政府的 这个力量 就是我们 第七强讲的 当时的这个 这个计划经济 那些思想背景 感超战略 什么产生的 不热情 这个想法搞不好 搞不下去 后来产生了 很多很多的危机 最主要的危机 第二波 这个新主义 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 当时产生了一个背景 就是拉美债务危机 大家知道拉美债务危机 是主要怎么产生的吗 主要就是因为 当时采取进购替代战略 对吧 他要去搞赶超 搞中共的优先发展 搞进购替代 是要烧钱的 政府也没钱 怎么办呢 要么像中国 印度 这个俄罗斯这样 自己地大无脖 可以涨一点 对吧 其他国家 就靠贷款 贷款完了 你会发现这个 还不了 对吧 你没有自身能力 造不了血 这些产业做不起来 没有竞争力 因为这个还不了款 那没办法 就会出现这个什么 债务危机 对不对 债务危机 当时这个 在华盛顿的一帮经济学家 跟这个一帮政客 对吧 这是这个 搞了以揽制计划 当时就是为了解决 拉美债务危机的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那个时候 他们就会 思想就变了 就对这个什么 政府非常反感 认为这些柳区 是政府这个干预造成的 确实是政府干预造成的 对吧 为什么呢 实际上是早期的 这个旧结构主义 是市场赞成的 有这个 所谓对政府非常不信任 对政府 对市场非常热情 是非常热情的 当时这个 很多主流的经济学家 包括像科鲁克尔 很多就当时说 发展中国呀 发展中国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一个市场的运作机制 所谓对市场特别信任 对这个政府又不信任 有一个极端的吧 调过来了 之前来做个介绍 这个Eastly 非常著名的一个经济发展经济学家 他当时做了一个总结 用一个实证数据 对吧 说搞到这个 华盛顿公司这二十年 还不如当年 这个旧结构主义的这几十年 总而言之 这两种极端的思潮啊 都对经济发展都不是特别有利 不是特别有利 有很长的这个负面 当时啊 我们讲有奇迹嘛 就是例外的吧 当时就是说这个 没有遵循这个主流思潮 发展的这个奇迹 这个东亚奇迹 有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中国的故事也介绍了 当时这个93年 对吧 四行当时出了一个报告 总结了这个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 总结了一个报告里面 他们就认可了 这个什么 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 说当时罗战里克 这是海服大学的一个 这个教授啊 这个经济学家 他当时有个评论 他说特别要感谢 这四行的这份报告 这个报告 当时就是什么 肯定了政府的作用 当时很不容易啊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 华盛顿公司非常盛行的年代 对吧 即便到了林一福老师 去四行当首席经济学的时候 08年 世界银行对产业政策讨论 还是禁区 你知道吗 所有经济学家 说我在上面 如何讲产业政策 马上就什么 愤青一样 对吧 用激光蜜饶理 跟你这个在下面打口哨 对吧 这是个禁区 这是个禁区不讨论 但现在已经改变了 当时罗战里克就说 这个四行因为对东亚奇迹 认为东亚奇迹里面 这个既有市场的作用在里面 也有政府的作用在里面 对吧 实际上这个观念上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市场正在反思 当时在94年的时候 日本报告非常重要 因为面对这样的事实 不可否认了 当时这个日本 有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 庆木昌年 庆木昌年跟我们清华的 钱林一老师 一起合作写过很多书 这个庆木昌年 当时对东亚奇迹里面 政府市场的关系 当时那个争论 他做了一个归纳 他认为 这个政府总之来讲 都是比较积极的 当时积极到什么程度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对吧 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论讲 是这个轻市场论 就是说 民间部门 大部分能够解决市场的问题 政府可能就是 取得一个助推的作用 一个解决市场环境的作用 但后面这两个 都比较积极了 认为市场是推进 增进这个市场的作用 之前这本书 我大家反过来讲过 这是93年写的 这是94年写的 94年这本书 当时你要是 为什么写这个书 我之前大家讲过 这个故事吧 对吧 当时就是因为 林拉罗斯林 他也是年少轻狂 对吧 因为四行他们写这个书 《东亚奇迹》 没有把中国包含进去 他们觉得对中国 是一个否定 他们是一路之下的 写了一本 《中国的奇迹》 对吧 94年第二年写的 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比四行的 这个报告写得好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 其他东亚的国家 我们知道 这个新加坡 对吧 当时想赶超 但是因为资源太少 没法赶超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潮起了这个赶超战略 对吧 有很多计划经济流局 同时它又涉及了 转型的问题 说涉及到经济改革的问题 在里面也讨论了 把东亚的这种模式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发展战略 就跟东亚的比较接近了 是采取比较优势 对吧 出口导向前 比较优势的方式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啊 也坦塌了这个政府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打一个VS 就是过去这种政府的干预 是违背比较优势的 计划经济时代 是违背比较优势的 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也有政府的作用 对吧 但是除了改革之外 我们还有政府的一些作用 是因此利导的作用 这个就是一些所谓的 这个尊性比较优势的 这个政策 对吧 也就是后面讲的 因此利导的这个政策 这就是违背比较优势的 这个干预 就是提出这么两种差别来 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上 这个视角就变了 过去是讲政府 两个是PK关系 对吧 后来我们转变成了 这个政府跟市场 它是一个在结构变成的 过程中啊 如果这个政府 是一种错误的 这个干预方式 就会产生很多扭曲 那就是所谓的 过去讲的这个计划经济 实际上是通过这些 内省出来的 但是另外一种 东亚的那种方式 政府是充当一种 因此利导的方式 它两个这个视角 是作为一个转变 好 这就是这两本书 你们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看 这本东亚的奇迹 写得很不错的 这个你们可以去 可以去对照来看一下 对吧 看一下 好 最后我们打一个小结 就刚刚讲了这个 其实为什么说 南哥海埃克尔都没有赢呢 对吧 没有赢呢 在六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 这个六十年代 认为这个什么 南哥赢了 对吧 八九十年 苏联解体以后 认为这个海埃克赢了 其实都不是这个样子 我想为什么呢 你按照海埃克这种说法 对吧 你说这个计划经济 始终没法处于这种信心 因为这个原因 那这个苏联的计划经济 运作了很多年 对不对 它运作了几十年了 那它是怎么运作下去的 对吧 那经过了五十年以后 才崩溃了 对吧 这个 那如果你说 按照南哥那种说法 对吧 那个市场可以完全的 这个什么 计划完全可以摸易 这个市场的这种方式 那 在那个计划经济里面 非常这个 我在第七项时 跟大家提到 这个 那个 这个 科尔赖 对吧 科尔赖讲 那个这个短缺经济 是非常著名的 这个 当时就说 这个苏联 有很多短缺经济 那就不应该了 市场应该有个初心 是不是 那就不应该 出现这种情况 事实上都有 都有时候有反例出现 我们讲根本的原因 其实 当这个重要 确实如此 事实上在运作方面 你事实上这些运作机制 没有问题 对吧 你事实上在运作的时候 信息这些是很关键的 但是后面 最根本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第七项讲的 计划经济 是怎么内生出来的 对不对 怎么内生出来的 事实上是 我们讲苏联 因为它地大无薄 对不对 资源很充沛 它能耗得起 计划经济 我们讲 它很多感到这种耗得起 而反而是 当演的亚洲四小龙 对吧 他们也想赶着 但是发现 资源根本有限 耗不起 马上掉头 对吧 马上掉头 所以它耗到这个 没有自身能力 一直耗不下去 中国也是 对不对 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耗不下去了 很多拉美那些国家 也是耗不下去了 最后都迫失了这个改革 所以你们可以回去 仔细思考 从自身能力这个角度来探讨 当时海耶克尔跟兰格尔争的争论 对吧 兰格尔争的争论 这是两个之间的过去的历史争论 好